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目前认为它是一个在年龄老化的一个基础上 有环境因素 遗传因素 这些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个病 那我们目前有这样的以下几个措施可以介绍给大家 第一是一定要重视老年病的防止 什么是老年病呢 就是我们常见到的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脑洞瓣硬化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在老年人当中呢 一定要积极地去开展一些有预于健康的体育锻炼呀 娱乐活动 我们一般会建议到病人每天去做一个小时的锻炼 增强体质 延缓衰老 然后对我们预防帕金森病也有很积极的一个作用 另外我们也会建议到病人去唱唱歌 去每天要开怀大笑 这样对我们病也是有预防作用的 第二就是我们要注意生活环境的一个优化 尽量远离杀虫剂呀 这些除草剂呀 还有这个装修的一些污染 这样避免或者是减少接触对我们人体有毒的一些物质 比如一些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猛合拱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饮用自来水更安全 饮用自来水是我们经过严格消毒的 第四个呢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卫生 根据这个年龄啊 活动量给予足够的一个热量 一定要满足这个糖类蛋白质的一个摄入 限制动物脂肪的一个摄入 每天要适量的可以吃一些海鲜类的一些东西 多吃蔬菜水果 改善这个便秘的症状 另外就是我们尽量避免和使用这个 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病的一些药物 像分奶镜啊 力血瓶啊 福贵力禽啊 戴利心啊 这些药物都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病 第六个就是可以喝茶和咖啡 这些呢 因为它里边有一些多分类的一些物质 可能对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神经细胞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所以喝茶喝咖啡 有研究表明可能会延缓 或者预防我们这个病的发生 另外第七就是如果我们家族中 我们的亲戚朋友 还有我们的亲戚家族史 有相关的基因携带的这样的病人 或者是家里边有这个症颤的这样的病人 我们一定要严密的监测 一定要做到一些健康的一些宣教 尽量预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感谢观看